欢迎收看宏观热点 大家好 我是刘洪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选举2月1日举行 中国国民党明代韩国瑜 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54票 当选立法机构负责人 他的竞选搭档江启臣 也当选立法机构副负责人 相关话题 我们连线台湾实质评论员唐湘龙 听听他的解读 唐湘龙老师您好 刘老师好 在2月1日举行的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负责人选举中 中国国民党明代韩国瑜 当选立法机构负责人 对于此次选举您有哪些观察呢 选举的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国民党推了韩江沛 韩国瑜和江启臣 这两位算是国民党里面的老少佩 就是一个不同的世代 所组合成的政府院长的候选人 最后顺利的 顺利的以票票入会的方式呢 当选了立法院立法部门的政府院长 这是你看到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整个投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国民党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 几乎没有任何的杂音 那不管是推韩国瑜 或者是韩国瑜挑了江启臣 过程当中都没有杂音 那投票的时候呢 票票入会 国民党掌握的除了自己的 自己的选票之外 再加上呢 五党级的选票 那全数呢都掌握 所以国民党展现出呢 一个票票入会背后的 空前的团结的气氛 以及你会感觉到 每个人是真心的 对这个投票的结果高兴 其实重头戏呢 是你在画面当中看不到的 就是在投票前一刻 不管是台面下的耳鱼 或者是呢 投完票之后的公共公开的谈论 都显示 到投票前一刻的时候 民进党和民众党制之间 仍然在寻求利益交换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虽然在立法部门里面的 第一大党是国民党 可是呢 只要民众党靠在哪一边 他就有能力呢 让那个党成为呢 立法部门里面的多数党 民进党当然知道啊 在政治现实上上面 你没有理由相信 一个那八个人的党 他会对于呢 整个的立法部门里面的党群 有多么强的责任感 所以当民进党呢 不断的用各种的利益 跟职位去交换 想要去勾引台湾民众党的时候 两个党 在过去的半个月里面 台面下面的互动是非常多的 选前大家都在谈蓝白和 可是选完了之后 你看到实际的互动 都是在绿白和 因此呢 绿白未来的合作的可能性 我认为是很大 台湾民众党正在发生 质变这件事情 是在这次的政府院长选举 除了韩国瑜的当选之外 真正值得观察的就是 台湾民众党的质变已经开始了 好的那么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政府负责人选举中 扳回一城 您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今后的台湾政局呢 它里面牵涉到两个层面 第一个我们讲 就是说目前台湾的立法部门里面 因为113席 但是三党都不过半 那除了传统的蓝绿的两个集团呢 只差三席的情况下面 那是会会非常的强烈的 强烈的就是说呢 冲撞 这时候呢 八席的台湾民众党 要如何在立法部门里面的完全力勇气 它就会影响到未来 在现在的三党不过半的格局下面 立法部门里面的议事运作 人事预算 三个主要的议题呢 要如何呢去操作 但不管怎么说 国民党呢在 在这一刻 他已经掌握了立法部门里面的 议事的主动主动权 这个呢非常的重要 他大大的削弱了 削弱了赖心得 所能够掌控的行政部门 未来呢 我行我述的可能性 因为台湾的终究 终究核心的三党架构 行政部门在原事预算 跟法律上上面 他都必须要呢 立法部门的充分配合 这是为什么在过去八年 民进党蔡英文 可以倒行逆施的原因 就是国民党在立法部门里面 太弱了 民进党一党就过半了 换句话说 在过去八年里面 蔡英文所提出来的 任何的人事预算跟法律 国民党在立法部门里面 想要打都没有任何 打的可能性 因为你的人太少 民进党基本上 自己就可以关锦文 来决定一切 可是呢 这个时代已经过了 赖心得没有像是 蔡英文这么好的先天条件 所以赖心得未来 他的重要的人事 预算跟法律 他都必须要呢 透过跟立法部门 表面上面是立法部门 实际上面就是跟立法部门里面的最大的国民党要协调 所以国民党的这一次赢得了立法院的政府院长的选举 等于呢就取得了和赖心得 未来在重大的人事法律跟预算的问题当中 去跟赖心得的谈判 较价的筹码 这个对赖心得会有很大的牵制的力量 赖心得必须要 必须要看国民党的脸色 行政部门必须要看立法部门的脸色 在2月1号那一天就决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心的脸色